大家好,Upstart的竞争对手Pagaya这个星期也发了他四季度的财报 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这个财报 以及分析一下这家公司和Upstart从商业模式以及其他的风险来看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不同 我们先来看他的财报 这个季度他总共发放的贷款金额是24亿美金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3% 主要是由于他的汽车和房地产贷款这两个产品开始发力 那从收入上看 这个季度有2亿2千万美金 比去年同期增长13% 公司预估下季度也就是2024年的一季度的收入为2亿3千万 今年全年的收入可能达到接近10亿美金 那我们再来看利润 这家公司基本上一直没有什么会计的盈利 这个季度的亏损是1400万美金 公司管理层也没有对何时能够实现会计盈利 提出非常明确的时间表 只是表示公司有可能会在2025年实现稳定的正的现金流 会计盈利应该是之后的事情 那简单讲了他四季度的财报之后 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这家公司和Upstart有什么非常重大的不同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就是从收入增长来看 和Upstart的收入大起大落不同 这家公司由于它的模式不同 它不直接面对消费者 而是和其他发放各种贷款的银行进行合作 在这些银行拒绝的申请者里面 他去挑选他认为其实风险不高的这些 发给他们贷款 在现在各个银行都非常小心谨慎 各种收缩自己贷款规模的时候 Pagaya可以选择发放贷款的就多了很多 这样即便在Pagaya自己也开始收紧自己放贷标准的时候 它放贷规模仍然是可以扩大的 收入也就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 从三年前每季度大概8000多万的收入 到现在超过2亿美金 至少在收入上这种模式在现在这种市场情况之下 相比Upstart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那第二我们再来看两者的单位经济效益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收入上大幅超过Upstart 但Pagaya一直不能持续的盈利 就像刚才讲的 它四季度亏损1400万美金 2023年全年亏损超过1亿3000万美金 相比Upstart在公司收入达到同等规模 也就是每季度接近2亿美金左右的时候 Upstart是有接近15%的会计盈利的 这种差别的关键就是Pagaya的单位经济效益 相比Upstart要差很多 具体来说 Upstart现在有超过60%的贡献利润率 也就是说每10块钱的收入当中 为了取得这笔收入而付出的直接成本 只有不到4块钱 剩下的超过6块钱 就可以用来抵消公司的各项运营费用 做出这种贡献 这就是贡献利润中贡献一词的含义 而Pagaya呢 这个比例就只有Upstart一半左右 就拿四季度为例 收入有21000万 但收入减去直接成本 英文叫production cost 就只剩下了7600万 也就意味着 它的贡献利润率只有36% 说明它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又让给了自己的银行伙伴 这应该是它这种模式的缺陷之一 第三我们再来看坏账风险 Pagaya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ABS的市场 很多人错误的认为 这样的话 公司就不用承担任何贷款可能出现坏账的风险 其实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 这类的ABS的发行人 必须自己持有总额在5%到10%之间的贷款 以保证这样的发行人 不会把质量太差的资产转移到资本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最大的一项 占公司资产总额接近60%的 就是这项对于贷款的投资 这个数字从2022年底的4亿6千万 迅速上升到现在的7亿1千万 这个金额随着公司每季度收入的增长 还会继续滚雪求势的增加 而且公司还不能把这些资产再卖给别人 它只能等待这些贷款逐渐到期 这也让准确衡量这家公司的价值变得非常困难 因为公司不会出售这些贷款 也就不用每个季度按市场价给这些贷款重新估值 自然也就不知道这些资产现在实际的公允价值到底是多少 这就是风险所在 也是这家公司过去几个季度 虽然业绩不错 但股价一直不太高的原因之一 那我们再来看Upstart 它的一部分贷款是由银行伙伴自己发出的 这些的风险自然不需要Upstart来承担 现在公司也把一部分贷款放到了自己的资产负贷表上 但这第一是暂时的 第二除了自己研发新的产品而发出的贷款之外 其他的贷款都是以未来几个月会卖出为目的的 因此Upstart每个季度都要按照当时的利率和市场情况 把这些贷款的价值做公允价值调整 以保证公司为自己承担的风险准确地计价 所以这两家公司在风险上也有非常大的不同 刚才讲了这两家公司的三大不同 除了这些之外 Pagaya在股权结构 关联方交易的披露方面 我觉得也可能有问题 这些我们在之前的直播当中已经说过了 我们就不再讲了 会员朋友们 我们周日晚上会员直播再见 谢谢 晚安